头发的光泽亮丽是肾脏在管 所以法为血与肾气在上面 头发的生长是肝脏在管 所以这个如果要没有 我们需要头发长得很好 又要它黑亮 就是肝肾我们都要去顾它 你如果只顾肝 它会长得白色还是白色 你如果把肝肾都顾好 变得黑色 所以年龄大的人 到了七八十岁白了 那你给他一吃药或者怎么样子 或者他没有吃药身体很好 到了九十岁突然变成黑色 他一定吃了什么东西 好东西 你偷偷地去观察它 他不告诉你 你去跟踪它吗 看它吃什么东西 怎么变黑色 那眉毛就不是这个肝肾管 眉毛是肺脏在管 所以你把眉毛剃的长不出来 头发长得出来 眉毛剃的长不出来 所以你去纹眉 眉毛剃的在纹眉 不然的话眉毛就没有了 那我们中国人说瘦眉长瘦 瘦眉眉毛会长得很长 年龄到了七八十岁以后 眉毛开始长 眉毛长长 耳朵里面长毛出来 都是长瘦 代表圣气肺气非常的旺 因为圣是羊嘛 圣是先天之本 脾胃是后天之本 从这里看出来的时候 额头 那个眉毛 后面尾巴长得很长 说人家叫瘦眉 耳朵里面长毛 就是长瘦 那年轻人的耳朵里面长毛 这是凶恶之徒 他这个常去杀人 这个圣气很旺 所以他这个很汉 很汉嘛 很汉 很凶汉 耳朵里面长毛 你看 通气派